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与大他十几岁的王国新离婚 而离婚后的关芝林流连于富商之间 而马清伟就是关芝林在与别的富商约会时认识的 起初马清伟凭经向妻子陈美琪表示关芝林喜欢自己 但此时的陈美琪已经怀孕了 想着自己可以用孩子来绑住丈夫的心 就不以为然 而这个不以为然妙成了自己的悖剧 当时陈美琪虽然怀孕了 但是依然要去澳门进修学习 所以每一周会两三天时间不在家 可不在家的这段时间 却被佣人告知有好几次看到关芝林半夜进来 一看点为有闭闷很久 有一次陈美琪突然回来看到床上有女人头发 自己的拖鞋无端端的出现在客房 再加上用人之前的说辞 陈美琪就知道丈夫和关芝林有梦咪了 在这时丈夫为了孩子却表忠心 他说是有人带女人过来 这件事隔没多久 马清伟又出来暗示陈美琪说和关芝林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然而陈美琪还是在流产之后和马清伟离婚了 离婚后的陈美琪一边攻读澳门东亚大学课程 一边发展连离事业 但离婚后的马清伟却被媒体独自拍到和关芝林 在公众场客缠绵每刻 一块钱利用餐的画面 彻底打脸之前说的和关芝林已经结束的说法 可笑的是马清伟还是没有迎娶关芝林进门 多年后陈美琪出来控诉 说出自己流产的原因 是因为那位女人常常打电话骚扰她说 你大肚子的消息全世界都知道了 我很生气 还说你是坏师呀 你很快就会被老公甩了 陈美琪还说自己就算搬过去和妈妈住 你依然有电话来骚扰 年次恶毒让她无法尽心安排 最终流产了 而对方在她伤心难过的时候还打电话给她母亲 怕她是不会下大的机 尽管陈美琪没有说那位女人是谁 但是外界媒体都默认了是关芝林 而关芝林在这一段情之后 却迅速勾搭上了香港著名的富商刘鸾雄 当时的刘鸾雄已经与保永琴离婚 与李嘉欣 关芝林同时交往 而面对这两个人 前期保永琴的态度截然不同 保永琴说和关芝林是好朋友 但是刘鸾雄说 关芝林很怕保永琴 才不想和她做朋友 两种说法的冲突的追溯到2000年 当时刘鸾雄亮相接受专访 说关芝林根本怕保永琴 还爆料说有一次保永琴设计约关芝林吃饭 但当时有一大批记者在大厅守候 保永琴不仅不加规避 还硬要开车送关芝林 在开车时还故意放慢速度 让记者拍照 还说关芝林和前妻仅仅是两通电话的关系 并不像保永琴自转秦心急说的 与关芝林是好朋友 是是非非 保永琴与关芝林之间的事 最终随着保永琴的去世而结束 而关芝林也在2009年宣布西云 再次现身却是2017年了 当时关芝林接受了鲁豫有约的采访 还在节目上面对外界对他诸如白金 小三等标签一一做了回应 然而面对这个三观 有的人却表示没有办法接受 关芝林在回答外界说他白金时 说不能因为他的男朋友比较有钱 或者比较成功就说他贪财 还反问说不可以别人贪他的名气吗 而当鲁豫问到对小三的看法时 关芝林更是大胆的说 自己没有主动 架不住别人对他做什么 还说自己有后悔 又伤害到别人 伤害到别人 这个说法不就是论治 当时介入马清伟和陈美琦的七年婚姻 气得陈美琦流产的事件吗 关芝林和陈美琦和宝永琴之间的纠葛已过去很久了 伤害也已经造成了 好的陈美琦如今嫁给了一个爱他的人 生活也幸福美满 而且陈美琦还说 关芝林承认了还不算太坏 看来是有所放下了 如今年过半百的关芝林 还是吉恩一生 也许对于陈美琦 关芝林来说 无论当时是怎样的机遇 终将成为云丹风轻的过去吧 小ер 小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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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鲜